西总,这个季度的区域满意度屏蔽出来了 我们程西那家4S店还是排在第二 怎么回事 明明规模最大,设备最新 算了,我说完夜去看看 你顺便把我那个旧车开来 我去检查一下 美女,你要去检查车吗 我就是4S店的销售 就是程西最大的那一家 环境跟服务都很好的 而且我们最近刚到了一批新车 你看 好啊 您的车送去售后车间了 我先带您到展厅逛逛吧 她能拿到销售 还不是因为她是女的 女的怎么你了 我说什么你自己知道 去医院还不忘记抢客户呢 这麦表现有什么用 老板看得见吗 人家朵朵是因为加班生病了才去的医院 你刚刚不是说朵朵因为是女生才能拉来客户 但人家拉来的也是个女客户 你把这些功夫花在客户和工作上 也不至于业绩倒数了 就是,是像你一样多管闲事 不好意思 我这就带您去看车 接边请 朵朵去一下售后 有人找 啊 您稍等我一下 不好意思 我马上就回来 客户的这辆车子年限有一点久了 但是我们还是要客观公正的检查 特别是要关注一下主要零件的老化程度 看看有没有需要更换跟检修的 麻烦检查仔细一点 美女 你要是喜欢这辆车 可以考虑一下旧车置换的 现在店里置换新车的政策很好 而且它也是智能电混双情的嘛 很适合您这样的上班族 要不我带您去试驾 我很满意 开单吧 好 我马上去拿合同 那有些人还真是拼命三郎啊 连生病了也不容计抢单 真是为了业绩不择手段啊 我们以后还不得被他活活卷死啊 你不努力还要怪别人努力 什么时候敬业也成贬义词了 洞察客户 认真负责专业真诚 在你眼里就是不择手段 谁知道他怎么卖出去的 那应该怎么卖出去 像你一样无所事事 只知道玩手机 你谁呀管这么快 陈七七 七种 难怪门店的满意度一直有缺憾 就是你这种老鼠屎坏了一锅粥 看看这些投诉文件都送到总部来了 从今天起 城市4S店将会严格执行岗位人员考 你 可以去财务结算了 朵朵 你这次表现很出色 销售经理 有兴趣吗 啊 谢谢七总 我一定会带领大家把区域满意度 重新做回第一的 人齐了吗 就差倩倩了 七总 倩倩怀孕了 所以得经常去医院孕剑 那负责这个项目的同事 把方案给大家讲一下吧 老板 这项目你来做吧 哦 大家先去忙吧 散会 这是我们这个月的报表 他今天又没来 嗯 他去孕检了 这让他怀孕了这么不方便 让人事部处理一下 好的 七总 我的东西呢 七总让人事部把你东西搬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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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总感觉怎么样 嗯 你手上那个项目啊 我让超凡去做了啊 那个项目需要经常去外面跟着 你身体不大方便 我有更适合你的项目 十分钟后有个会议要开 这次别迟到了 嗯 哦 对了 恭喜你啊 精神为准妈妈了 哇 姬姬 你男朋友对你好好啊 还送薄勒皮的橘子 来啦 你的豆浆 我没点豆浆啊 最近怎么这么贴心啊 又是橘子又是豆浆的 你在做什么呀 我没卖橘子豆浆啊 擦一擦吧 啊谢谢 你有命啊你 又是你 你别过来 你再过来我就靠近了 站住 又是你 之前橘子还有豆浆 都是你送的吧 到底想干嘛 你给我说清楚 你刚做了心脏手术 别激动 你怎么知道我做了手术 你已生病了 他嫌要哭 总爱吃橘子 说橘子也能补充违心 他走了 我买个橘子没人吃了 都坏了 他当初要捐心脏的时候 我不同意 他安慰我说 把心脏给别人 不仅能救别人的命 他也会觉得 自己还活着 姑娘 这段时间打扰你了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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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时间打扰你 听你的声音 就算是谈音 等着盘地踏 是无人到旅行 我不会怪你提 天空激光无尽 是海洋的倒影